好的,那我现在来讲的是宁文化生母的第六部分 那现在讲一下零生母 那么零生母呢 它是一个就是没有生母的一个东西 就是在打字或者注音的时候 也不需要将零生母给写出来 只是说写这个字的韵母就可以了 那么表格中呢 有时候会用空级符号 这个一个圆加上一杠来站位 但这并不表示零生母就拼音 拼音就是这个标志 那么零生母呢 基本上是不发音的 那直接接后面韵母的音 但在韵母之前会带有一点轻微的喉三音 比如说 那么与普通话不同的是 这个汉语拼音中零生母后面接的是一乌鱼的时候 需要改变拼音为这个YW 也就是一乌鱼 那么有些教材呢 会将一乌鱼这个一乌这两个字母单独是列为生母 那么五语拼音呢 这个零生母就没有这样的拼写规则 那么需要这样拼写的时候 后面要讲的一个生母 那么首先零生母来举些例子吧 就是一些孕母的 我只有孕母的一些单词 比如说 以 那么接下来呢 是一个和铃声母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声母H H呢 它是一个轻声门的擦音 它的国际音标 也是用H字母来表示 那么铃文化中 声母H它翻译普通话 声母H是类似 但翻译不会更靠后一些 气流直接从声带出来 和英语中辅音H相同 比如说 那么接下去呢 是另外一个 它是一个GH它生物 代表是一个轻声门的擦音 这个呢 就有点像是 就与它这个生物GH 之前所说的这个铃声母比较相似 但它是一个灼音 那么与铃声母相同 是就读这个GH生母字的时候 它直接发后面 韵母的音 但语调更加低沉 那么生物GH后面 加韵母A或者A借音的时候 简写为就是YI或者Y 比如说盐它评为YI2 这U是评为YU2 那么后面这些韵母IU或者IU借音的时候 那就简写为YU 那如果圆拼写为 呃 于就是YU的二 这个云就评为这 YUN 那之后面的这个韵母U和U的借音 简写为WU或者W 呃 呃 就比如说胡它评为 呃 呃 这个WU 回就变成为 呃呃 呃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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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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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G HING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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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Y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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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么生母就主要讲到这了 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那就下次再见了 CW YAAA